總經理我想請問一下 就我從你的業務報告裡面看起來 你們今年跟去年還有前年 整個北農的業外收入減少很多 原因是什麼 我們106年的整體的盈餘 是比去年還要增加了7% 我來跟你講 業外收入 那所謂的業外收入 我們通常是指就是說 相關的補助的收入 比如說農委會或者是市府 有一些相關的補助 其實我們會把它算成是業外的收入 105年補助了多少 105年的補助確實是比106年多 105年的補助確實比106年多 真的嗎 105年的補助 如果按照你講的業外收入的話 105年是多少 是952萬耶 106年多少 是1362萬耶 這在你的業務報告裡面耶 所以900多萬比1300多萬多 這個議員不好意思我剛剛沒有很仔細在回答您的問題 我不是很想考你你知道嗎 但是隨便我問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到底你到底在幹嘛啊 業外收入分成幾種 業外收入通常我剛講的就是我們營業外的收入 所以補助款會是其中一個很大的一個 在你們的綜合損益表裡面有四項 第一項是利息收入 第二項是其他收入 第三項是其他損失 第四項是會對 對不對 105年有會對損失 106年也有會對損失 107年到現在還沒有會對損失 為什麼 不知道 你們怎麼賺錢的都不太知道 是這樣嗎 那其他收入是什麼 其他的收入主要就是我們有冷藏庫的收入 有停車場的收入 主要就是說公司有兩大的系統 批示系統 就是說我們的業務系統跟營業系統 這是我們兩個最主要最大系統的收入 那我們的停車場還有我們的冷藏庫 這算是我們的其他的收入 所以營業外收入裡面不包含補助 對不對 業外講的就是不是在這個 我們的營收系統的這個收入之外的業外收入 是 所以剛才的回答 105年900多萬 106年1300多萬 107年現在 多少錢 107年到現在 我還沒有詳細看我們的報表 現在是多少錢 你們給我的業務報表上面寫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不知道 12月的數字是大概70幾萬 70幾萬 12月的數字如果是70幾萬按照平常性規律 如果沒有週期的變動考量在裡面的話 那再乘以6 就差不多是整年的收入 所以變成400多萬 奇怪了 為什麼105年是900多萬 106年是1300多萬 然後107年如果是沒有考慮長期變動 跟忘記 非忘記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會只剩400多 不是 因為如果有申請計畫的話 那要看計畫核定的金額是多少錢 所以105年跟106年最大的差異是計畫 那請問是什麼計畫的差異 這個細項的話我會回去再查 如果議員您需要的話 我會再提供給您 奇怪為什麼一個專業 這我們是一間民營的公司 那確實我們對我們公司整體的財務 我們會再做通盤的檢討 那如果議員在這些細項的部分有任何的需要 那我們這一間公司會再把相關的我們的數字 提供給議員您 你當然要提供給我啊 重點是你了不了解的問題啊 為什麼一個經理人被罵成這個樣子 到現在針對這些部分 還不能做一個通盤的了解 不是 我想我對我們整個公司的一個整體的業務 有一個通盤的理解 但是如果是在比較大的細項 相關的細項 議員您突然這樣子考我 我有時候可能還需要我相關的資料來回答您